物价飙涨让婆婆妈妈都快买不下手 主机处最新物价指数年增0.53% 连续三个月上扬 比较贵 有啊 差不多200 我家里人数少买的少 那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最新出炉的11月物价 15类上涨5.23% 其中蔬菜类大涨三成 水果涨幅也达到一成之多 这个期间刚好是空窗期 所以量少 少它就涨价 相当已经涨了两个多月了 有趣的是明明油店都双降 国际油价来到37.65美元 创下7年低点 但上班族却苦不堪言 少了安定感 物价下跌 就认为说未来会跌得更多 未来跌得更多的话 大家就暂时不要买厚住 就适度的物价上涨 会刺激消费 刺激景气是好事 可怕的是 远见杂志发表一项调查 台湾民众平均饮食花费 每月6892元 但一年前却只要4372元 等于现在每人每天 至少得多花84元填饱肚子 以年增率来看 恐怕五年之内 台湾就因此跌进贫穷线内 但上涨之后通常就跌不回来 那这个一直是个很吊诡的事情 从当年的油电双涨 一路到现在 政府几乎束手无策 调查中更显示 食物价格大涨 有高达64.6%的民众 会选择便宜的食物代替 前就价格反而牺牲健康 如果连食物价格也是要涨的话 那我想厂商应该会 这个到最后 就还是不利于自己的 越是越差 最后还赔上健康 经济连环报 恐怕政府也不容忽视 感谢观看